情报官员说,美国无人驾驶飞机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向基金分子躲藏地点发射4枚导弹,炸死5名基金分子,另外还有4人受伤。 有关当局说,星期日在南瓦基里斯坦地区针对建筑物的无人驾驶飞机攻击是这一地区过去24小时里第二起类似攻击。 有关官员星期六说,美国无人驾驶飞机向基金分子营地发射6枚导弹,炸死至少16名基金分子。 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部族地区被认为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据点,美国最近增加了对这一地区的无人驾驶飞机的攻击。